2014年4月8号 台湾正在上演太阳花学运 这一天台湾出口贸易最大竞争国南韩 签下第十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韩澳FTA 经济版图再次扩大 南韩贸易覆盖率再次提升 未来高达39%进出口贸易免关税 远远把贸易覆盖率仅9%的台湾甩在后头 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激进亡国的南韩 当时就立下融入区域经济 拓展经济领土的方向 如今仍在持续工程掠地 南韩过去十一年内火速签订十一个FTA 并且是全球第一个与欧盟和美国两大经济体 都签FTA的国家 如今正在和日本中国大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等国家区域洽签 一旦全都谈判顺利洽签成功 南韩进出口贸易免关税的比率将飙升到82% 韩国FTA的新冠策略是大亚洲联合 无论2FTA로决定了 韩中日的投入策略循金 17日发布了 这就是韩中日的FTA 有一个传逐段来看 台湾是一种经济通缎的关系 所以台湾的经济域经济是減少的 台湾的经济循金是減少的 台湾的经济循金是減少的 再次修正FTA新路线为东亚统合 南韩和中国大陆 日本三方正在努力跨越历史及政治障碍 替FTA铺路 反观同样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台湾 关税成为最大障碍 我们现在非常的辛苦 再加上他有三个最重要的FTA 东盟 欧盟 美国 这些FTA对它的帮助很大 以工具机为例 比较2013年台韩工具机出口金额 以南韩都有签署FTA的国家来看 美国 德国 印度 这三个地区南韩都超越台湾 南韩产业链原本就比台湾完整 上游的钢铁业 中游的零组件和下游的汽车 加电业紧密结合 国内市场远比台湾庞大 加上韩员对美元贬值有利出口 南韩工具机产业和台湾相比 形成优势差距 它的客人在它国内比较多 它的货币政策比较灵活 再加上FTA免关税 它比我们有三个优势 试问我们怎么跟韩国人去 它已经有了优势还杀价 让我们会更辛苦 出口之外 FTA带动投资的成效也很明显 根据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分析 韩美FTA生效两年以来成功吸引外资 比FTA生效前同期大幅增长82.5% 对金融保险为主的服务业 以及机械金属为主的制造业 投资都明显增加 制造业甚至成长突破90% 对于促进南韩经济以及带动就业 都有重要贡献 关键之一在于南韩政府 不分党派的持续推动 韩国其实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11年 已经有连续中间经过4到5任的总统 而且都是不同党派 可是对于推动FTA这件事 没有一个总统改变过这个政策方向 人口约5000万的南韩 人均GDP在这10年内已经超越台湾 成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 南韩经济的茁壮不光是靠FTA 品牌 行销 产品同样具有高度竞争力 要让南韩这几年经济胜出 绝对是它的品牌 它的行销 它的品质 还有它的价格 我们看三宋的手机就知道 FTA会让三宋少付贯税 或是甚至不要贯税 HTC要付贯税 所以它会有一种最后一里 帮它冲刺的效果 成功洽签11个FTA 贸易负贷率39% 在这些量力数字下 其实南韩付出不少代价 韩国在签FTA 其实它国内有很多示威 很多暴动 但是政府就是不惜 这些克服这些障碍 就是要去签 因为韩国经济就是财阀 经济财阀政治 所以它是政府跟大财团 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它会签FTA 基本上也是为了配合财团 三星手机 现代汽车 南韩知名品牌都来自财团企业 南韩前十大财团 占了GDP超过七成五 主宰经济命脉 受刑阶级如果无法进入 十大财团工作 起薪根本没有外界认知的 新台币七万元水准 却得承担经济成长带动的 高额物价 如果你不是这大财团的员工 那你享受到了 你没有享受到红利 可是你却要付出高物价的代价 所以其实韩国很多人 生活是非常辛苦的 南韩历经1998年 2008年金融风暴洗礼 历经图置产业转型 全力冲刺FTA国际版图 跃升为亚洲经济亮点 南韩十年磨一剑的经济奇迹 如同这一辆最新发表的 城市型四伏列车 历经七年研发终于成功 高速 亮眼 令人赞叹 同时展现南韩的科技力 规划力和执行力 似乎也说明台湾与南韩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的关键原因 中央社记者江远真 徐瑞亭 收尔台北 采访报导 北 采访报导